原标题 江洪席 戏真妃和锦妃的兄弟至妻之女 张学良满年谈到民国女画家唐宜盈时 竟然破口大骂 混蛋透了 平复下来后又补充了一句 我那时差点去了她 民国次公子中树章公子最风流 从来都是玩弄别人感情 又如何会栽在一个女画家手上呢 唐宜盈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小画家 如果要论出身 张学良根本就不布置一提 人家当年可差点就成了大清国的皇后呢 唐宜盈满足她叉拉氏 她叉拉氏在瓦青以盛产皇帝宠妃著称 如咸丰的丽妃 光绪的真妃和锦妃 还有溥仪的谭贵人 唐宜盈从小非常招人疼 不过真妃和锦妃隔三岔谷 就叫她进宫陪普一哥哥玩 唐宜盈也是不如实 将普一迷得神魂颠倒 眼看着她 他拉氏又要再出一位帝妃时 锦妃突然变化了 不让唐宜盈参加选妃 这让所有人都觉得蹊跷 张学良也出了解释是 锦妃说侄女儿性情很阴导 虽没当成普一的处妃 但在家人的安排下 唐宜盈最终成为 土与包地普及的福建 按理说这门亲事 还是非常不错的 只不过大清国没多久就亡了 唐宜盈从小被灌输的思想 是长大了当皇后 如今却成了一个平头老百姓 任您不愿参与土与兄弟的富国大业 唐宜盈长期与丈夫分居 1926年是清帝退位的第十年 寂寞的唐宜盈在北京饭店 卸透了民国四公子之首的张学良 唐宜盈认定张学良是能够给他带来荣华富贵 于是略施小继便将张大公子秦下 张学良 普杰和唐宜盈的三角链 一时间在北京城传了沸沸扬扬 据小六子说 当年普杰造访东北军时 他曾向普杰交代过于唐宜盈的奸情 可没想到普杰竟然从容地说道 我不在乎 他不找你 也会去找别人 这似乎又印证了锦菲对唐宜盈的判断 张学良晚年回忆起这段往事时 说了如下的话 我跟普杰很要好 我跟他太太有关系 是他的前妻 他后来跟普杰离婚了 他是满人 他父亲当过清朝驻西藏大臣 他几乎成了溥仪的人 可是锦菲说 这个人不能当妃子 因为他的性情很淫荡 最后就没有悬伤 他性疼 有一次 我与朋友们在北京饭店吃饭 在座的我的一个亲戚对我说 那边有俩人在吃饭 想认识一下我 我就过去了 见了面 是普杰和他太太 然后 他们就说第二天 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饭 这没有什么好客气的 我就答应了 第二天到他们家里去时 一下子把我惊呆了 这位普二奶奶拿出这么厚的一本 占好了的新闻简报 都是近几年来报纸上有关我的消息的简贴 这就证明他早就对我有心吗 就这么着 我就跟他偷了 以后差一点娶了他 不过后来我发现这个人完全是玩假的 我最恨人作假 他有点才气 能写能画 做诗能文 什么都会 我很喜欢他 可是 后来我发现 他画的画是人家改过的 做的诗也是人家替他改的 后来 我们就没有联系了 听说他在香港定居 唐宜盈很快又在民国次公子中找了一位新男朋友 就是跟黄金融强女朋友的浙江都君 卢永强的儿子卢小家 唐宜盈和卢小家谈恋爱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但唐宜盈却做了一切让所有人都无法接受的事情 这也许是张学良骂他混蛋的原因 普一为了给自己准备后路 以赏普洁的方式 将宫中部分珍宝都转移到纯亲王府 纯亲王在封乃道光之孙 宣统之父 大清国实际的统治者 家中资财难以估掌 唐宜盈认为天下的男人都不值得托付 唯有钱财最靠谱 趁着宫 宫在东北忙着军国大业 丈夫又在日军留学之时 唐宜盈勾结卢小家 将纯亲王府的财物 用卡车大摇大摆地偷走了 就在唐宜盈拼命转移财产时 许久没有阴信的丈夫突然传来消息 普也没有生育能力 日本人打算让普洁 娶日本侯爵挫威公圣的孙女 挫威浩为妻 生着带有日本血统的儿子 继承为满洲国 日本人的算盘 普洁哪里不明白 于是搬出了唐宜盈来做挡箭牌 只可惜当时已经民国了 天皇派出了御用办事人 齐刚安 只带着大批宪兵 直奔唐宜盈的居所 逼着他和普洁离婚 离婚对于唐宜盈来说更多的是解脱 可以让他尽情的游戏花虫 然而没过多久 唐宜盈就发现天下的男人 没有一个值得托付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